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星期六踢了一場賽事 由榜尾的冠中藍區,在主場香港仔運動場,對陣排第五的魚丸 魚丸幾日前才踢完精英配決賽,但今天這場球都派出不少當日有踢的球員落場 九分鐘就有米基爾左路帶入中間撕射,不過就壓死了,威脅不到謝德謙 主隊藍區近期已經錄得八場不勝,極需要一場勝仗衝起 十三分鐘,這個角球以為有個好開始,被圖接應佐祖穆州開出的角球踢前 夏之明在門將謝嘉榮面前撞過球入網,但被球證潘月惠在先,吃了球炸壺 魚丸今場有艾迪比蒂和潘佩軒停賽,進攻重任就交在羅拔奧道身上 這球球他接應查理史國傳球,再帶橫一推起腳,可惜就斜出 南區之後成為入球先那一隊,陳海柏左路壓落底線傳中,陳廣豪接應不到 但有後上的史提勳彭利拿撞射破網,38分鐘,南區領先1比0 完半場前,客軍有個攀平機會,米基爾入攝禁區一控一抽 不過南區門將謝德謙夠了集中,緊緊接實 平方球隊半場保持1比0的領先優勢 南區今季三次對魚丸都未贏過,禁場當然想開齋 下半場一出回來相當醒神,陳海柏左路傳中 夏之明控都不控直接抽入,幫主隊46分鐘射成2比0 但在5分鐘後,下軍就很快追成較接近比數 史提勳彭利拿中場被撞跌,球正沒有吹罰到 魚丸球員繼續進攻,輾轉間羅伯奧道就把握米基爾直傳 推過謝德謙射入,幫球隊追成1比2 55分鐘,魚丸憑著查理史葛中路發炮射入,幫球隊攀平2比2 還射入他來到香港的第一個入球 這位前曼聯青分在64分鐘,還想吃過翻尋味 不過這次左腳佛球直射高出 受壓的南區在69分鐘被反超前 後備出來了僅2分鐘的朱偉君 接應張進軒的急勁傳中一頂入網 幫魚丸反超前3比2 南區77分鐘差點被對手拉開比數 林顯廷一個扭幾個壓入禁區被列民踢跌 球正判罰12碼 但米基爾操刀就被謝德謙撲走 南區這次大難不死 80分鐘羅伯奧道還有個機會 他接應簡加亨傳中鎮壓一頂 謝德謙一抱入懷 南區在末段終於醒了 85分鐘被圖斬入禁區 卡希爾同頭一搖,距離入球還差一點 主隊保時還吃多球炸壺 肥棒禁區內劏射,謝嘉榮撲出 卡希爾在門前保重 但再一次被判越位,入球無效 不過他們的努力在最後一刻終於收成正果 佐助穆州斬入禁區 門前一輪運戰之後 列民大卻踢入中間 夏志明門前掃入,幫球隊原場前追成平手 3比3也是球賽的最終比數 撿回1分的半中南區 暫時仍然以6分排在榜尾 而魚丸就以9分為第5位